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根据由细节委托Recon Analytics进行的一项全球调查显示, AI的采用将在未来几年内推动数据生成的爆炸性增长。 由于现有的本地存储可能不足以满足AI生成数据的存储需求, 云存储已成为各行业企业的首选。 调查显示,未来三年的存储需求将增加一倍。 调查显示,AI的采用已广泛普及72%的受访企业已经在使用这项技术, 28%的企业计划在未来三年内采用。 云存储已成为处理AI驱动数据增长的首选媒介, 预计到2024年,65%的AI相关数据将存储在云端, 到2028年,这一比例将增至69%。 报告指出,在存储容量方面, 情况颇为有趣在使用超过100PB存储容量的组织中, 87%的企业将AI训练检查点保存在云环境或硬碟和固态硬碟的组合中。 频繁的检查点保存是常见做法, 28%的公司每天保存, 43%的公司每周保存, 这增加了对存储的需求。 企业也在优先考虑延长AI训练数据的保留期限, 这被认为是提高模型精度的关键。 调查显示, 有90%的受访者认为, 延长保留期限能带来更好的AI结果。 存储每日检查点的公司中, 32%的企业将数据保留超过12个月, 而29%的企业保留6至12个月。 这种对数据长期保存的重视, 反映了历史数据在优化AI模型中的日益重要性。 在基础设施优先级方面, 安全被视为最关键的部分, 25%的受访者将其列为首要任务。 同时,认为存储容量为最优先事项的受访者仅占18%。 其他值得注意的基础设施关注点, 包括数据管理、计算资源、网络容量和法规合规。 企业也在积极适应AI采用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存储需求。 在采取的措施中, 61%的企业采用了可扩展的云存储解决方案, 56%的企业实施了先进的数据管理软体, 55%的企业升级了现有基础设施。 此外, 49%的企业利用数据压缩技术来管理不断增加的AI生成数据量。 这些策略凸显了对可扩展和高效解决方案的关注, 以适应指数级的存储增长。 数据复制已成为确保数据完整性和优化AI结果的另一策略。 大约80%的受访者认为, 复制对其AI策略非常重要或中等重要, 尤其是在存储容量较大的组织中。 使用超过100PB存储容量的公司, 更可能强调复制对于保持AI模型准确性和可靠性的重要性。 展望未来, 随着企业继续将业务从本地设置转移到云环境, 云存储预计将占据主导地位。 这一趋势由云解决方案的可扩展性、成本效益和便利性所驱动。 随着AI采用的普及, 存储需求预计将随着公司从试验阶段 过渡到全面实施而成指数级增长。 频繁的检查点, 更长的数据保留时间和复制时间仍将必不可少。 这凸显了对强大的存储基础设施和先进管理工具的需求, 以支持未来有人工智慧驱动的营运。 除此之外, EDA大厂Cadence宣布, 研发科MediaTek已采用人工智慧驱动的Cadence Virtual Auto Studio和Spectre X Simulator 在回答NVIDIA加速计算平台上进行2奈米晶片的开发。 随着设计规模和复杂性的不断升级, 先进节点基础开发对SoC提供商来说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 为了满足其2奈米高速模拟IP的严格性能和周转时间TED要求, 联发科正在利用Cadence经过验证的客制化模拟设计解决方案, 并通过AI增强将生产力提高了30%。 联发科副总裁Chin Sen-Wu表示, 随着联发科不断突破2奈米技术开发的界限, 他们需要一个值得信赖的设计解决方案和强大的AI驱动工具来实现他们的目标。 通过与Cadence密切合作, 他们采用了Cadence Virtual Auto Studio和Spectre X Simulator, 他们提供了满足他们紧迫的设计周转时间要求所需的性能和精度。 Cadence全面的自动化功能提高了他们的吞吐量和效率, 使他们的设计人员的生产力提高了30%。 通过使用Virtuoso BaseWeight, 联发科将自己的AI驱动的优化演算法 继承到其未来的产品开发工作流程中, 从而提高了设计人员的电路设计效率。 在NVIDIA Edge 100 GPU上运行的Cadence的Spectre X 可提供于在CPU上运行的Spectre X相同的精度。 同时,为大型高级节点设计的版图后, 仿真提供高达6倍的性能提升。 回答加速计算总监Deon Harris说, 提高性能和效率是推进当今复杂晶片设计流程的关键。 Cadence的Spectre X在NVIDIA Hopper GPU上运行, 像联发科这样的公司可以加快其复杂的版图后设计的验证, 最大限度地提高模拟电路仿真性能并缩短上市时间。 联发科的模拟版图团队还采用了Virtuoso Layout Suite设备及路由器, 用于2奈米,技术的克制化数位模块,显著提高了版图效率。 此外,联发科正在利用AI和Virtuoso的开放平台来克制化原型布局和低功耗预测流程, 从而将设计生产力再提高30%。 Cadence公司副总裁兼克制化产品事业部总经理Renold Karyat表示, 联发科在NVIDIA加速计算平台上对他们最新版Virtuoso Studio和Spectre X Simulator的验证表明, Cadence在增强他们行业领先的克制化设计解决方案和AI工具方面的持续投资, 将改变他们客户最具挑战性的2奈米设计的游戏规则。 将AI和GPU的强大功能, 以如Spectre X, 使联发科能够在不牺牲准确性的情况下, 更快地解决其大规模验证仿真挑战。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